首先我看到柯華慶 他接受媒體採訪他的這種表述 他並沒有直接的否認 另外我也通過以前的同事 因為我和柯華慶都在同一個學院 在同一個教研室 所以認識很多他舉報的那些教授 還有其他的同事 所以基本上可以判斷 就是柯華慶來舉報的 那麼這件事情在法學界 在國內的知識分子 尤其是自由知識分子圈內 引起非常大的反響 因為第一就是這個舉報 在文革時期特別盛行的這種舉報 這樣在中國一直沒有絕技 那現在出現了教授 在中國政法大學的法理研究所的所長 去舉報其他的更加有名的 更有成就的教授 而且是說憲法教材表揚西方的民主制度 然後貶低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等等 這種就是讓人很容易想到文革時期的這種思想 對反動言論的舉報 另外一個就是這件事情也不是偶然發生的 因為中共它對憲法教材對其他的 可能涉及到意識形態的這些教材 早就注意到了我們知道前幾年有所謂七部講 其中就有很多是跟憲法教材裡面經常提到的有關三權分立 司法獨立 公民社會等等 所以這大概也象徵著中共它對意識形態的控制 它想要回到之前的這種更加強調社會主義 更加強調一黨制的這樣一個 在這個舊的意識形態裡面 所以這件事情在學術界 在知識界還會繼續發酵 而且也很難有什麼翻轉 因為中共它對言論 對意識形態的這種控制 從習近平上台之後是明顯的加強了 不會有什麼翻轉